普通家庭没有那么好的条件 应该如何去培养阻止多谋的孩子 第一 培养孩子看书的习惯 这是父母需要做的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你不培养 很少有孩子愿意主动去看书的 第二 很多家长说 我不懂 我没文化 我没时间 如果是不懂文化低 那就跟孩子一起去学 如果没时间 那就每天坚持 哪怕三十分钟也好 不要为自己找借口 第三 每天晚上做完作业之后 去读史记 我认为没有什么书 比史记更能培养孩子的谋略 和强硬的性格 买再多的衣服 再多好吃的 给最好的关怀 不如给孩子一种良好的习惯 因为这个会跟他一辈子 会影响他的一生 第四 当有一天孩子不看书 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睡不着觉的时候 这就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所以 推荐给各位家长 把这一套拼音版的史记 送给心爱的孩子们 这就是父母的这些人 最后来就忘却了 最后来就忘却了 所以我们记得了 我们的真正的